大家好 現在要鄭重介紹 強烈推薦PK3 它作為網路攝影機有多好用 一機超級多用啊 超屌的 變焦也是精準喔 變焦也是精準追蹤 超厲害的 這些電腦怎麼用 直接用這條線 C對C 為什麼要這條線 這條線超穩 這條線可以讓你知道 電流的狀態 幫你重時充電 幫你同時送Webcam畫面 非常的簡單 拔掉 關機 重新來一次 好 開機 好 開好機了 接下來把 C對C的這條線 或者C對A 這有出C對C跟C對A兩個版本 看你們的頭是哪一種 那麼這有電表出來了 它就出現了網路攝影機 攝影鏡鏡頭30 FPS FPS 那有了這個鏡頭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擷取它 啟動擷取它的方式 各位看一下 按一個加 然後呢 會議直接就用了 然後這個是視訊擷取裝置啟動 那啟動之後呢 我們就選擇 PK3 選下去 這樣就來了 畫面就來了 非常的簡單 那麼你這個 畫面的品質 可以說是相當的優異 在晚上地光非常的漂亮 PK3 作為一台可以 轉HDMI輸出 這裡進HDMI 這是給 導播機 電視機使用的 電腦的時候呢 你只需要吸對吸進電腦 就搞定了 非常的方便 那 PC Mac 都通用 那導播機 這裡還可以再改成圖傳 這裡這一段 我們 我們的 PK3的接法 要接到電視上是這樣接 這裡是通電的 這一段接PK3 接好之後呢 這一段就接電視機 就直接就輸出了 然後這旁邊有一個側燈 很小的側燈 要注意它的側燈要亮 這裡會顯示 網路攝影機 那這接電視就通了 前面已經拍很多集了 請大家參考